你和他走动着,外公也不反对,但一定不能大意了,颜志远和颜振振和你不是同一个母亲,那齐心悦的死也是死有余辜,但颜志远和颜振振不一定这么想。 你从小就柔闪,外公也知道,论心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,所以能不焦急就不焦急,你们几个孩子这一点上面我倒是不担心。 肇事拐巧的点头,他明白的。 好了,我也回房了,年纪大了,服劳了。 等苏崇几人都出了大厅之后,齐老将军才对着齐妇吩咐。 明天去催一催魏家,问问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意思? 这都这么久了,放个屁也该有响声了,这么久的时间怎么也能查出点东西。 祖父放心,孙儿明天就去问。 齐老将军看着齐妇,当年的奶娃娃也已经是中年人,若不是受伤退下来,他也没了。 老天垂帘呀。 齐妇咧嘴,露出白牙,笑容灿烂。 他不知道祖父为什么这么感叹地看他,但笑就对了。 好孩子,回去休息吧,你要不好,自己多住一点。 别觉得现在还年轻就不住意,以后老了,有你瘦的。 齐老将军充满关心的祖父,许多伤病都是越老越痛。 哈哈,祖父放心,近来有小鹿丫头给我扎针,我感觉好了很多了。 小鹿丫头医术太好,我这毛病好是好不了了,但有她开药也不会太痛苦的,多亏了小鹿丫头。 这倒是。 齐老将军很认可,想着苏小鹿,他觉得真的是老天眷顾,冥冥之中这就是命数啊。 祖父,您是不是想他们了? 唉,想了,看见你就足够了。 回去睡去吧,祖父好着呢。 祖父啊,还要等新风行之成婚,再不进孙孙。 行,那您好好休息。 齐父转身退下去,出门把门关上,才悄悄擦了擦眼角。 第二天一早,祺父就独自出门了,来到太师府,见她的是魏小天。 我这次来为了什么事情,想必你也知道,那就别绕什么弯弯绕绕的,直接说吧,你们魏家到底查清楚了没有? 我们想见他一面,见面的地点就在魏府里,其他的只有他明天晚上来了才知道。 什么意思,你们到底查出什么没有?这见面是和你们见面还是和皇后娘娘,你说清楚? 这个,他来了就知道了,恕我不能多言,抱歉。 齐大人,你不需要知道得这么清楚,你只需要把话转告给周恒,他来不来是他的事情,如果他怕我们有诈,拿的可以不来。 行,我明白了。 魏家的意思,摆明就是不相信,但他们还要请周恒到魏家来,这摆明就是不怀好意呀。 齐父转身就走。 齐大人,希望你能如实转告。 齐父走后,魏晓天就转身去了主院。 哎,齐家谁来了? 哦,是大将军的孙子来了,来问那件事,我还是按照爹说的告诉他了。 那就行了。 爹,万一他没有告诉周恒呢? 不会,他们不会做这种事情,你安排好接下来的事情就行。 如若伤他,那边都不出手,就把人带回来。 哎,爹,咱们这样事态用处也不大,如果咱们真的伤到了周恒的性命,那二皇子肯定会把事情同到姑母那里,不管真假,姑母对我们也会冷了心的。 这样看,他们怎么都处于弱势。 哎,爹也明白这一点,但不做任何试探,爹心里也不踏实。 哎,别想太多,按计划做好就行。 是。 正如他爹所说,这件事必须要解决。